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何可以留意呢? 其实是早前几天公布撞出来的业绩 全年业绩是截至4月30日的年度业绩 看得到它的收入 其实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之下 也算是继续维持8.5%的增长 它的毛利其实也是有一个上升 再看它的毛利率 其实还有一个不错轻微的改善 由45.7% 可以到45.7% 再对上的财年其实是45.2% 为何它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香港的同店业务的增长 也继续有一个不错的增长 也有6.7% 还有在整体开支方面 其实它也有一个做得不错 你看到它那个开支 总经营开支 这些占的收入百分比 它现在就是37.8% 之前就是38.9% 即是有一个轻微的下降 整体的业务相对上是一个稳健 然后公司又着力控制成本开支 所以就令到那个业绩交到功课 未来我相信它整体的业务来说 都是一种平稳向好的一间公司 再看它的派息比率 因为你看它的派息 它除了普通股息 这次来说也继续有一个特别值 如果你计算全年派息的话 即是现水平来说 其实那个股息也有9.3% 如果我们只是看它的普通股的股息 它的股息率其实也有7.8厘 摆着近8厘左右的水平 这叫做一个相对上高的股息率 然后它的业务其实我觉得稳稳健健 又不需要太担心 所以在一些整体的大市 好像是缜缜的偏远的情况之下 不妨去抠下这一类股份 还有我们看它的派息比率 现在的派息比率其实也是87%左右 所以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是维持到派息的水平 我相信其实也应该维持得到 不需要太过于忧虑 所以它的派息可能会否有机会减下来 我们即使看普通股息率 应该可以维持 除非热霧突然间有很大的恶化 但你看回它整体的分布来说 其实也是在香港 也不相信突然之间 至少在这个时刻 也不看到有什么突然之间 会令到它的热霧 很有断颜色下跌 所以在股市 偏远一点的情况之下 我来厚回这些 比较热霧稳健的高息股 不妨让它低一点 下跌至近期的整固低位水平 看看有没有机会下跌至2个7号岭 不是说差很远 看看有没有机会回多一点 当然你买进去的 收的息率又会比较靓 而且如果想再求稳一点 不妨可以分住去买 其实也是可以 谢谢大家 吃换成小细 吃换成小细